保安司司長王少澤在早前回應家暴立案標準時指出 構成家暴罪犯罪的要件是要視乎傷害的嚴重程度 如果傷害情況不嚴重 該傷害則須為連續性和習慣性 例如連續每一掌刮一次就屬於習慣性 先算構成身體虐待 從事多年社工教育的何永燕接受澳門論進媒體訪問時表示 王少澤的言論或者會造成很大的誤導 據其所接觸受虐婦女的個案 是不能以家暴法或者王少澤所提到的其他法律 即是刑法典中有關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去起訴 令受虐婦女將會面對很多困難 他又說家暴法在實踐上仍然有很多問題 失望的地方 甚至有時即時涉及家暴 但是家暴法都用不著 甚至受虐婦女會覺得他已經很勇敢走出來報警 但到最後原來得個吉 何永燕講述自己陪伴受虐婦女報警時候所遇到的困難 他表示部分受虐婦女會帶著小朋友去報警 錄口供 在這個過程期間警察問的問題都很詳細 由第一次被家暴開始問起 所以錄口供的時間差不多有六七個小時沒有停過 包括問及受害人第一次被打的時間 這個可能是發生在N年前的事 就算自己作為陪伴者都感到又冷又肚餓 覺得好辛苦 有時也都難免有放棄的想法 自己在陪伴報警期間也都曾經想過 我每一刻都想放棄 不要說其他受虐婦女了 何永燕也都引述其中一個家暴受害人 對黃少澤言論的看法 該為家暴受害人指出 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很多家暴受害人不會因為被打一巴就馬上去報警 家暴受害人總會心軟 被家暴機會改過 所以不會立即報警 他又反問一個婦女去到報警 他又有小朋友 他忍了多久才會走到這一步呢 黃少澤所舉的例子仍然以打 涉及肢體為主 何永燕就指出 現在的家暴定義不應該再是指限於肢體上 不過本老對家暴的定義和性質 仍然停留在肢體上 仍然未提到現實中 家暴受害者受到私暴者的操控 私暴者的操控會影響到 受虐婦者在離開家後 是否想再回家 他又指有個案顯示 受虐婦女在澳門幾年 仍然沒有居留權 而家的子女又需要照顧 處於兩難局面 在澳門未見出路